北市百貨美食街人來人往 平日接近下午四點 一樣門庭弱勢 但就有一員踢爆 這些美食街 衛生機茶平均不合格率 高達三成六 這些百貨美食街都有包括 食材保存不當 以及食品管理不符規定等等問題 包括微風南山店 以及成品南西店 都有高達九成的店家機茶不合格 保齡案後 北市衛生局機茶轄內百貨34家 共機茶524家 不合格187家 吉東成品南西店機茶21家 不合格19家 不合格率91% 微風南山機茶19家 不合格17家 不合格率90% 搜狗天母店機茶25家 不合格19家 不合格率76% 原百姓EA13機茶27家 不合格12家 不合格率71% 美麗華機茶31家 不合格19家 不合格率61% 还滿有名的 就是會進駐 就是百貨公司 所以會覺得可能百貨公司裡面的 一些實案還是要比較特別注意吧 進駐的品牌基本上都是市面上看得到的大牌子 對 商家應該都有良心 畢竟百貨美食街大部分是知名品牌進駐 民眾都認為應該以更高標準看待 議員也赫然發現 保齡案兩位廚師根本沒廚師執照 由於料理來自中央廚房統一供應食材 門市只要簡單附熱不用專業技術 當然也不用具備廚師執照 經過您的這個質詢才知道說原來那個廚師 他有分級的 今天居然在這邊直接講說是我們的質詢才知道 有一些餐廳是居然不用廚師執照的 保齡茶是這個部分我們在計茶的時候有去了解 當時我們認為它是屬於簡單條理就可以的一個部分 等一下等一下 超果條就做簡單條理 議員拿出自備料理 衛生局都難分辨 食材來自廚師手藝還是中央廚房 議員呼籲修改北市食品自制條例 規定每家餐廳要有一位廚師 也安排外語衛生講席 讓外籍餐飲人員參與 衛生局允諾一個月內完成 民視新聞林鄭蔡明正 台北報導